雨景长得真俊,脸大颜又白,府城来的吴老爷招人,要是雨景能够看上,不仅能跟着吴老爷进府城享福,吴老爷还给这个数十两年短,你家风哥儿讨媳妇也够了。 这上每个人走,没想到自己莫名其妙穿越到小姨儿身上,以来就碰到这股市,家人谁走啊? 可怜贱的,风他娘,就算不考虑风哥儿,你也要考虑这个小的,我听说生下来才四斤多,老话说三四四残五弱,六活七康八壮,你这娃又黑又瘦,看着就不好养,这以后万一吃饭抓养,哪个不需要钱,雨景去府城享福,还能养活妹子,好歹是一条命啊。 你家不好养,你全家都不好养。 大娘,要不卖了我吧,你买好吃的,把妹妹养大,养得跟我一样掉适。 之前阿姐为了抢一个帮助的活,就曝光闺女的丑事,还觉得她是个坏宗妙,都会死,她居然为我一口吃的,要卖她自己,怎么这么醜,拿出你素素的脑骨进来呀? 六婶,我家招待不及你,你回吧。 我们不卖闺女。 一家子贱皮子,享福都不会,活该一辈子受穷,将老二你要是能把你家小的养活,六婶我吃屎散尽。 绵绵不哭,阿姐不走,阿姐天天陪着你,阿姐再也不走了。 绵绵哭着哭着,忽然感觉眼睛一晃,视线内出现了一口拳,拳也玩口大,咕嘟咕嘟冒出的泉水,落入口中,甘甜而爽利,落入鼻中,婴儿常有的鼻塞,顿时好了。 阿王,吹一指的力量,江玉发现自己说不懂了,妹妹居然真的不哭了,似乎还张嘴笑了起来。 她也笑了,眼泪去流得更凶了。 要是有办法,谁愿意去刀屁。 第二日,熊掌江峰弄来了三根红绳,一根给阿娘,一根给姐姐,还有一根居然是给她的,江妹妹想抓住,那和她的手跟机器猫的手一样,伸开就很难握住,握住的伸开,红绳就掉了。 她跟一根红绳斗争得不利乐乎,江峰看妹妹喜欢,高兴得到。 今天去集市上帮人干活,别人给答谢的礼。 哼,你是不是又帮丽春运的姑娘去骗客人了? 哼,我这能够大雨春长的业务多多少少有点,抽出雨姐范围了。 上次娘打的我差点下个来床,我自然再委屈,这次真是有正经事,六婶婆向来无力不起早,你瞧不起我们。 这次居然把主意打到雨姐头上,我肯定要去问问是啥情况,所以就又去历春院了,那里消息最灵通。 正举着斧头的阿娘,放下了斧子,江峰也好奇的,看上大哥。 这斧城我老爷有个少儿子,平时好好的,一旦发病,就控制不住手劲,把之前的婢女打死了。 所以到我们这穷乡屁壤之地买婢女,说是要长相周全,就给五十两银子。 这老前婆卖身钱都敢吼,人家给五十两啊。 下次让我见她,我卑斯了她不可啊。 江长天有点无语的,看着自己的大闺女。 这闺女的脑子有点没救,钱是重点吗?重点是,这要被骗去,就没命了。 当孙女的这儿毫无想过谁,换站起来。 今天阿飞跟我学要说她要去府城享福,她这人虽然自私又讨厌,可是不能这样被骗,我去跟她说,她起身,就要往外走。 先吃饭,你别去,你去了她还以为你看不得她好。